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市政府惬以维稳为借口 动用公安抓捕 非法转禁 拘留 失送劳教 甚至还对我丈夫的工作单位施压 把我丈夫无理解雇 莫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 断绝了我们生活经济来源 到了2010年 是广州市开押印会 白印区政府因维稳的需要 利用那些不明身份的人 对我的零牵房 枷锁 封锁 报警也一眼不处理 这些因为都是地方的腐败 有法不一 以权压法 父先包庇 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 所以所有的案件 富裕 诉讼 我们全都败诉 使我们一家相助绝境 我们被逼流落金城 倒是喊严告状 12月4号 又是我国普法日 我们再次来到中央电视台表达 要法治中国 不要贪腐社会的前列愿望 希望中央能关注民生 正式腐败问题 惩治贪官 真正解决法民合理合法的诉求 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不再残阳累业的道次上访 喊冤告状 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长治九岸 共降和谐社会 共享太平盛世